今天给大家探见这款车型呢 我觉得是非常有东西的 它定位是什么 全世界超速式长续航 全年龙轿车 它是哪一款车型呢 就是我身旁这台 新机缘ES 先跟大家说一下新机缘的背景 它是奇卫集团的旗下的 星途星人员的高端序列 然后ES是新机缘的首款全天龙轿车 它也是首次搭载的讯飞 大人知的大模型 首大的车型 另外它也是第一个量产的800伏 高压平台的中国品牌车型 新机缘ES 它定位是一款中大型的轿车 它在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 预售价格是24.8万元到35.8万元 它在此前的广州车展 也是进行过亮相 今天我们再详细体验一下这款车型 ES的前脸 它的设计语言叫风雨蝶面 就是将蝴蝶传递的美好 与科技进行相结合 赋予ES更加独特的前脸设计 可以看见的是 它采用这种贯穿式灯带 因为我们目前的展车它是一个中配的版本 在顶配的版本 它的两侧是配备了 ISD的这种智能语音的交互灯阻 它可以展现出各种各样的一个灯语 然后是由972颗灯阻组成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它下方的一个隔三 其实开口是比较大的 它可以有效地对它的电池进行散热 另外补充式的造型 让整个车头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即视感 整个车头的造型设计 我觉得是非常的充满了未来感 ES的特长是达到了4945 它的轴距是达到了3000 然后可以看见它整个侧身的流线 是非常显得优雅 然后是一个大优备的这种造型 另外也是配备了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 是为了有效地降低它的风阻系数 ES的它的风阻系数是达到0.205CD 这是已经非常低了 然后它的一个百公里加速 最快的是达到了3.7秒 较低的风阻系数 它是可以带来更好的空气动力学 以及更加优异的驾驶感受 另外ES它作为一款中大新轿车 它在保证了车内成员的乘坐空间的同时 它又保证了四门轿跑 所带来的这种运动感及优雅感 ES的尾部设计 它也是显得非常的简约 首先可以看见的是 它也是采用这种贯穿式灯组 它内部的细节做的也是非常的到位 显得立体感也是非常的分明 另外整个尾部 它的层次感也是非常的丰富 另外ES它也是配备了尾部的电动尾翼 这个尾翼它是支持两档可调 也可以随着车速自动升降 也可以手动增降 它会在高速的时候提供足够的下压力 以及让你在高速时候的一些稳定性 ES的车内设计 它是采用叫取水流应的一个设计 可以看见的是它车内的用料 其实是看起来显得高端 首先它前的仪表上面 它这种感觉就是类似于GP 摸起来的质感也是比较不错 然后是一个双色设计 另外它的中控屏是整个内饰的比较大的亮点 2.5K 15.6英寸 内置825个芯片 在操作流畅度以及功能性上 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再就是可以看见的是 它车内取消了大部分的物理按键 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东面体大屏里面 通过语音交互 其实就可以控制它车内 大部分的这些功能按键 而且它内置的功能也是非常的丰富 也可以通过你自己想要的APP 去下载你想要的一些程序 另外它的Leon AI全场景的语音交互 是基于熏飞的大模型的基础上 能够实现的自我学习 自我迭代 然后感情这种交流 然后四驱的这种语音控制 都能可以精准地识别 而且可以下达多条指令 但是相较于目前市面上的 语音交互要显得更加的强了很多 另外它的液晶仪表是达到了8.2英寸 它显示的内容 其实主要就是一些行车信息 当然它一些多媒体的信息 可以在右侧显示 比如说音乐 导航都是可以看到的 它整个车内的细节方面 比如说它也是配备了手机无线充电 也是带智能效果的 就是怕手机长时间充满 会显得发烫 然后它车内的一些水晶设计 其实就是有一个环抱式的感觉 它这个氛围灯组 也是镶嵌在水晶里面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耐看 显得也是非常的高级 往后看整个中路台的布局 它下方是采用镂空式设计 增加它整个车内的储物空间 中路台的上方的位置 它也是有比较大的储物格 还有两个水壁架 扶手是采用这种天地门的开启方式 里面配备了USB Type-C的接口 另外一点让我感觉到比较直观的 就是它的座椅 它的座椅坐下来之后 跟身体的贴合度是非常的好的 当然功能也是非常的齐全 座椅加热通风按摩 它全都有配备 来到ES的后排可以看见 它的轴距是达到了3000毫米 所以说我183的身高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目前做好之后 前排的位置也是调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我的腿部空间还有两全多 非常的夸张 再就是因为是纯电平台 所以说它中间没有隆起 所以说在应急的时候 中间坐三个人也是没有多大问题 它在后排也是配备了多功能的小屏 可以控制后排的一些座椅 它后排座椅是带加热的 然后也可以通知一些音乐 多媒体 空调都可以 而且后排的中央扶车后方 它也是配备了两个Type-C的接口 在这个扶头的位置 它也是配备了两个水位架 再就是因为它是配备的全景天幕 它的全景天幕是可以有效的 隔绝紫外线 隔绝热量 前面静态已经体验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后备箱的储物空间 可以看见它重身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的后排座椅也是可以进行放倒 所以说这样的话 它可以增加整个后备箱的一个重向空间 所以说作为家用车来说 我觉得这个储物空间 以及车内乘坐空间 是完全合格的 ES还有一个模式 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它会一键触发它的辅助通过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它其实是会把整个车身 是增加了50毫米的一个高度 这样的话 你在应对一些烂路 一些复打路况的时候 可以轻松地去应对 另外ES的底盘 它也是非常下功夫的 是全铝底盘加一体式压柱 然后它是底盘配备的是全系标配 是空气悬架加CDC的连续可变主名 然后它是前配备的是双叉臂 后面10配备的无联杆 然后它最小的转弯直径是达到了11.4 IPB的智能线控制动 以及CST的舒适制动 其实它两者的结合的一个优势 就是一是减少它的噪音 再就是减少踏板的一个震动 还有一点就是它可以增加AEB的刹车性能 另外那个舒适制动 它是可以有效地减缓 点头的减少 特别是在你开得比较猛的时候 一脚即大 它会在临界点释放它的刹车 从而让保证整个车内乘车人员的舒适性能 另外就是ES 它的动力提供多种选择 首先单电机的最大功率 分别是185千瓦和230千瓦 双电机的最大功率是353千瓦 最大扭曲是663厘米 百分率加速是3.7米 还是非常夸张的 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ES它是第一个量产800伏高压平台的中国品牌 成天龙轿车 然后它的这种功率能达到什么一个情况 就是充电5分钟 它能够达到了218公里 然后充电15分钟 它能够补人30%到80% ES的最高续航是达到了905 还是非常夸张的 这个续航表现其实已经完全解决了 纯电动车主的促行焦虑感 它其实是代表的奇瑞旗下的一个高端序列 然后它也是主打的舒适性 它是希望全球的纯电动车型都普及空气悬架 以及这家CDC的连续可变阻力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 在20万的车型以下去普及空气悬架 以及CDC的连续可变阻力的减震器 我觉得有点不太现实 但是20万以上呢 我觉得确实可以普及一下 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 ES目前它也是接受预定的 大家如果对这款车感兴趣呢 可以到店来实际体验一下 尽体品鉴一下对吧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的视频内容 我是兄弟 咱们下期再见